真正的修行 简法之道 在我们真正找到我们是什么之前 我们首先必须找到我们不是什么 否则我们的假设就会持续污染整个质询的过程 我们把这个做法称为简法之道 在基督教传统中 他们称之为 即反向之道 在印度教传统的伟大坦中 他们称之为 意思是非此非彼 这些都是简法之道 即通过发现我们不是什么 来找到我们是什么的方法 先来审视一下 我们关于我们是谁的诸多假设吧 我们心中有很多很多假设 有时甚至都没有意识到 他们的存在 所以我们从审视自己身上最简单的事情入手 例如 当我们关照自己的头脑时 会注意到那里有很多念头 很明显 有一个什么东西 或什么人 在注意那些念头 你或许不知道它是什么 但是你知道它是存在的 念头来来去去 但是那个念头的觉察者一直存在 念头来来去去 那它们就不是你所试的 开始意识到 你不是你的念头 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大多数人都认定 它们就是自己所思想的 它们相信自身代表自己的思想 而对自身经验的一次简单审视 解释出 你只是你思想的见证 不管你对自己具有什么样的想法 都不是你所试的 某个更为基本的东西 在观察你的思想 同样 感受也是如此 我们都具有情绪性的感受 快乐 悲伤 焦虑 喜悦 安宁 我们具有身体上的感受 或者是能量的感受 这里有景色 那里有扩展 或者只是脚趾上的发痒 我们的身体 有各种各样的感受 同时 同时也有对这些感受的见证 某个东西在见证或记录 你产生的每一个感受 所以你有感受 还有对感受的觉知 感受来来去去 但是对感受的觉知 却一直存在 虽然我们无需否认 我们体会到的任何一个感受 但是重要的是 意识到你最深的 最确信的身份 并不是感受 因为在感受升级之前 存在着某个更为基本的东西 对感受的觉知 信念的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具有许多信念 我们还具有对那些信念的觉知 它们或许是修行上的信念 对你的邻居的信念 对你父母的信念 对你自己的信念 这通常是最具毁灭性的 以及对各种各种各样事物的信念 我们会发现 信念随着我们的成长 和我们的生命历程而改变 信念来来去去 但是 但是对信念的觉知 出现在信念之前 它更加基本 所以我们很容易发现 我们不可能是自身的信念 信念 信念是我们见证 关照和意识到的某个东西 但是信念没有告诉我们 谁是那个关照者 也不会告诉我们 谁是那个见证者 关照者和见证者 都出现在信念之前 这同样适用于 自我和人格的情况 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 和一个人格 我们倾向于认为 我们就是自己的自我和人格 就像思想 感受和信念的情况一样 我们可以慢慢地发现 有什么东西 在见证自我和人格 有一个自我和人格 叫做你 同时 还有一个 对自我和人格的观察 对自我和人格的觉知 自我和人格的觉知 站在人格之前 他在观照他 不带判断 没有谴责地 关照他 这里 我们开始传到某些 更为贴切的东西上 大部分人 相信他们是自身的自我和人格 但是 只要你愿意去观察 自己的经验 就会看到 既有一个人格的存在 还有一个对人格的见证 因此 你根本的 最深的本性 不可能是你的人格 你的自我和人格 仍被某个更为基本的东西观察着 并为觉知 所见证 通过以上方法 我们就达到了觉知本身 我们注意到 有一个觉知 在那里 每个人都有觉知 如果说 你此刻 正在阅读这些话语 那是因为 觉知 将它们 纳入了 你的视野 你觉知 你觉知 你所想到的 你觉知 你是如何感受的 所以 很清楚 觉知 就在当前 它不是 某个需要 被培养 和 制造出来的东西 觉知 只是 那么存在着 正是因为它 人们 才可能 去了解 和经历 正在 发生的 事情